12月4日,中国拳手张春雨与K1双冠王安迪苏瓦展开了激烈对决 双方大战三个回合,张春雨最终还是不敌对手遗憾落败 提到安迪苏瓦,相信很多资深无粉并不陌生 他曾征战于K1擂台并成长扬名于K1擂台 安迪于03年征战K1擂台 他曾先后击败了摩沙斗、波球、美丽死神等众多K1实力汉将 并于05年和07年两度捧起K1冠军奖杯 成为继波球之后历史上的第二位双冠王 这位当时的年轻荷兰小伙子 用短短五年的时间便成长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格斗王者 赚到了自身格斗事业的最高峰 他的成长与进步令每一个关注他的人都感到吃惊 不仅如此,安迪此后征战中国擂台 曾击败过董文飞、郑玉浩、魏守雷、焦富开等中国实力汉将 至今对华仍然不败 如今的安迪已经38岁了 他仍然奋战在自己热爱的擂台上 能否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